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的新增病例再次突破4000起 达到4094起 今天水澜额最多超过1500起 若佛717起 吉隆坡678起 今天共有10个人病逝 累计717人病逝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4094起确诊病例 有8起输入病例 其余的4086起都是本土病例 卫生部指出 今天新增的病例中 雪兰额新增最多1577起 柔佛717起 吉隆坡678起 沙巴282起 沙拉岳171起 槟城99起 霹丽94起 吉打92起 登加楼80起 马六甲73起 彭亨72起 纳敏55起 森美兰48起 吉兰丹37起 乌城10起 玻璃市9起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达198208起 我国今天新增10起死亡病例 使得累计死亡病例达717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达3281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达154299人 今天的活跃病例达43192起 其中303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118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德士伊斯曼萨比今天指出 国安会和卫生部同意在新管理期间 所有获准营业的经济领域从明天开始 可以营业到晚上10点 伊斯曼萨比指出 获准营业的经济领域 包括所有餐厅 便利店 眼镜店 洗衣店 合杂货店等等 从明天开始可以营业到晚上10点 他解释 统一所有领域的营业时间 是为了方便执法人员进行监督和管控 不过伊斯曼萨比强调 虽然政府允许所有商店营业到晚上10点 但是民众如果没有必要 还是待在家中不要出门 另外他说 林业和木材业 也可以在管制令期间开始营业 每年的大宝森节 我国著名的新都教圣地黑风洞 都会举办大型的庆祝仪式 吸引印翼同胞到那里朝圣 不过基于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庆祝方式有别于往年 下来跟随本台记者 看看黑风洞的实际情况 随着大宝森节的到来 本台记者今天特别搜访了黑风洞进行视察 发现当地并没有举办任何庆祝活动 持有几名军警人员在现场驻守 为了避免人潮聚集 黑风洞的入口处也已经被封锁 对此 雪州警区熟理主任达多阿珠奈蒂地表示 对于民众遵守防疫指南的行为 他感到相当满意 尽管今年的佳节气氛不如以往 不过 新都教徒依然能够在家进行礼拜 向神明表达谢恩和忏悔 最重要的是 祈求这场疫情早日结束 RTM吉隆坡采访报道 行管令2.0 夜市被列入不允许营业的非必要领域 导致许多小贩的生计大受影响 尤其是已经采购年货的小贩更是苦不堪言 对此 霹地州务大臣达多萨拉尼指出 州政府将会慎重考虑有关夜市业者复工的要求 并且仔细评估相关的风险后再做决定 Zarani表示 州政府必须顾虑到新冠病毒 在夜市和社区的传播风险 因此 并不能贸然批准 所有申请的领域开放营业 以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再度爆发 她是在霹地州太平进行巡视的时候这么表示 霹地昨天新增181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不过Zarani也强调 目前分别位于单容红毛单和医报两座新冠肺炎 治疗与隔离中心的医疗设施还很充足 也没有面临床位短缺的问题 随着国内疫情持续恶化 雪州自行管令2.0开始 限制清真寺和祈祷式的距离人数 引起部分的民众不满 对此雪兰儿苏丹索丹萨拉夫林强调 相关的举措是为了保障子民不受病毒感染 对于那些强烈要求清真寺如常开放的举措 她感到非常失望 并形容这是短视和自私的行为 雪州苏丹基要秘书达都妈妈摩尼尔今天发文告指出 苏丹沙拉夫地明白 穆斯林对于在行管令期间 无法如常到清真寺和祈祷式进行周五距离 和每日祈祷感到焦虑和担忧 不过为了防疫 一切还是得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殿下强调 尽管清真寺和祈祷式暂时关闭 不过并不意味着穆斯林就无法履行宗教义务 殿下表示她不希望众多雪州子民 因为漠视行管令和标准作业程序而受到感染 甚至导致死亡 因此她希望各界能够停止针对相关课题发生争执 并重申有关当局是为了照顾穆斯林的安全才做出这项决定 据了解自1月13号雪州落实行管令2.0以来 州内的清真寺和祈祷式只允许五名获得准证的工作人员 进行周五距离和祈祷 财政部长登古扎夫去年11月指出 从今年开始雇员公积金局的会员可以自行选择缴纳9%或维持11%的公积金缴纳率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有超过500万名会员都选择了将缴纳率降低到9% 以增加生活上的资金流动 护员公积金局发言人指出 该局目前共有749万名活跃会员 不过却有超过一半的会员 也就是有540万人申请将公积金缴纳率降低到9% 另外也有209万份的申请 要求将公积金缴纳率维持在11% 登古扎夫是在去年11月宣布 将会员的公积金缴纳率降低到9% 为期12个月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人民长期面对失业以及减薪等困扰 为了增加可支配收入 一解燃眉之急 护员公积金局也在这个月4号 一共接获了388万份 爱新纳第一户头提款计划的申请 为了提升大马中华总商会和日本中华总商会之间的联系 以及商业合作 双方今早进行了视频交流会 内容包括了大马和日本的疫情以及疫苗接种问题 中总发文告表示 中总和日本中华总商会的情谊深厚 在疫情下也无阻两会的交流 在中总总会长Dansley戴良业的率领下 中央理事以及清商代表 今天与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 理事长 常务副会长等进行了视频交流 文告指出 双方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性 与商业契机进行深入的商讨 交换意见以及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 两会也交流有关马日疫情的最新进展 以及防疫情况 对此从事医药领域的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 分享了日本在疫苗的研发进度 以及对疫苗接种的看法和建议 此外 戴良业则向日本中华总商会 汇报中总筹备的第16届世界华商大会的最新情况 以及今年中总百年会庆系列的活动 戴良业表示 中总领导们将参与今年3月26号 日本中华总商会的20周年庆聚会 以增进两会的友好情谊 马华总秘书达斗张胜文表示 由于我国的疫情至今还没有好转 因此马华今年可能无法和往年一样 在大年初一举行团拜活动 张胜文通过脸书贴文表示 今天已经是腊月十六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大年初一了 虽然还不确定团拜活动是否会取消 但马华依旧会筹备一切欢庆农历新年的准备工作 他还说马华大厦会播放熟悉的新年歌曲 为冷清的街道添加佳节气氛 同时他也附上六张安邦路马华大厦春节装饰的图 和网民分享迎接新一年的喜悦 新年到尽管无法见面 但新意总要到 这个新年华语新闻给你机会 欢迎透过电视将温暖的祝福 传递给你心爱的家人 只要录制一段15到20秒的视频 说出您对他们的祝福欲 并且将它发送到华语新闻的脸书专页 或编辑式的邮箱 dv2mandrian at gmail.com 就可以了 要注意的是 视频必须横拍 截止日期是2月7号 诈骗集团冒充 内陆续书局官员和警方 指控妇女涉及洗黑钱和贩毒活动 妇女被骗超过12万亿级 下一节新闻有详细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看国内新闻 吉打州一名妇女陷入诈骗集团的圈套 不惜向银行贷款12万亿级 转账给诈骗集团 吉打州警方表示 这是当局本月份 接获诈骗金额最高的投报 据吉打州警察总部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 Alice Omar表示 这名现年46岁的妇女 是在今年1月接获自称来自内陆税收局官员的来电 使妇女有38,600令吉的税款还没有缴付 对方威胁妇女说如果不支付这笔款项将会遭到法律兑付 当时妇女向来电的官员否认税款一事 但对方却将电话转接给警方 指妇女涉及一起贩毒活动以及洗黑钱罪行 涉及的罚款有228万令吉 当时妇女信以为真 因此便向银行贷款12万令吉 随后对方要求妇女向银行申请新的提款卡 并且取消线上的银行服务 由于妇女害怕遭到法律兑付以及被罚款 因此便听从对方的指示去做 事发之后妇女检查银行户头时 发现里头的12万5千令吉 已经被转账到第三户头 而银行转账记录一共高达13次 Alice Omar表示 当局将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骗条文调查此案 大马检疫及检验服务局在吉达州黑木山关卡 再次捣破一起从泰国私运到我国的冷冻肌肉 当局估计这些走私肌肉的总额超过18万令吉 大马检疫及检验服务局吉达州主任 Lady Rosaline指出当局一共起获多达2600箱的冷冻肌肉 重量超过31公吨 初步调查显示 所有的冷冻肌肉都是从非法供应商那里获得 当局表示 非法供应商和走私行为已经抵触了 2011年大马检疫及检验服务法令第15条第一款条文 另外在同样法令第15条第二款条文的罪名下 嫌犯将被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年或两者监失 早在这个星期 执法当局也在黑木山关卡 起获重达61公吨的走私冷冻肌肉 总值大约49万5000令吉 对此当局表示 将会严密检查所有从关卡进入我国的交通工具 以防止更多的农产品企图走私进入我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邻国新加坡一名对伊斯兰教强烈反感的16岁少年 计划在3月15号基督城恐怖袭击事件两周年纪念日当天 袭击新加坡的两座清真寺 所信他在去年12月遭到逮捕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该名少年是一名基督徒 他是新加坡内部安全法令下 因为涉及恐怖活动而被捕的最年轻罪犯 新加坡内部安全部门指出 这名少年曾经观看2019年3月15号基督城恐怖袭击的直播 袭击计划中也表明 是受到基督城恐怖分子宣言的激励才会想要这么做 另外他同时也观看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宣教视频 并得出错误的结论 认为有关组织代表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号召追随者杀死非信仰者 金额计划袭击新加坡的两座清真寺 阿斯雅法清真寺和尤索夫伊萨清真寺 今天是大宝森节 但在疫情的影响下 今年的大宝森节少了成群结队的信徒和热闹的乐声伴奏 因此显得格外冷清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张忠宁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